有多少人想当然的觉得,肖战的成功来得太容易,直言一个新人爱豆,随便跨界演了一部陈情令便突然爆火,直言这就是一部登天,运气大于实力,更有甚者直接吐槽,肖战就是靠脸走红,但现实非常打脸,肖战在出演魏无限之前,演过七部影视剧,从客串,到龙套,再到配角,它是一部一个脚印, 走出来的,真靠脸,那它早就大火了,接下来,肖战会有三个主演的电视剧要播出,分别是《玉骨遥》,《梦中的那片海》和《娇阳伴我》,粉丝可以好好期待一下了,不管有多少人针对肖战,都不会影响粉丝对他的喜爱,而且,他并没有被舆论影响到心态,就像他在采访中说的那样,自己不怕失去现在的一切,因为他说得起,这种心态,就算是想不火都难,可以发现肖战接作品 非常谨慎,他没有在大火之后疯狂圈钱,而是依然追求质量,这就证明,他对自己的未来充满希望,所以粉丝从不担心他会塌房,如果真有问题,他早就无底线地出演各种综艺,天天直播带货,而且烂剧不断了,这是来钱最快的几个方式,但肖战一个都没有去做,他现在就是在提升自己的实力, 这就是他的态度,说实话现实中肖战的经历,更像是一部影视剧,很励志,也很洁气,他拥有完美的颜值,让人羡慕的心态,他经历了史无前例的网络暴力,但他挺过来了,被扒了数年的黑料,结果狗仔崩溃了,这种情况,小编只在影视剧中看到过,肖战就像是爽文大男主,他对得起自己现在所获得的所有荣誉和待遇,而且他的未来只会更加光明, 感谢观看